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李线杨子因戏生情疑似在一起,网友,期待童颜夫妇官宣。 杨子和李线,特别是近两年,他们凭借自身严职与演技征服了不少观众, 不仅在网上拥有着大批喜欢他们粉丝。 自从去年,由杨子和李线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后, 更是迎来人气与事业的双巅峰。 对于杨子和李线来说,2022这一年,不仅是他们事业上突破的最高点, 同样也是杨子和李线关系的转折点。 两人在上学期间就已相识,双方都毕业于北电表演系。 有媒体拍到杨子李线首签着手出席活动, 两人也并未否认,以及李线谈起杨子时, 脸上不自觉杨起的甜蜜笑容, 或许就连李线自己都不知道,早已对杨子动了心吧。 14日整点,童年的社交账号更新动态, 童年祝愿韩商严生日快乐。 随后不久,韩商严祝童年节日快乐, 并配上了一颗小红心,意在表达向童年示爱。 韩商严,童年无疑是洒出了情人节的第一颗糖, 让大家吃尽了狗粮啊! 太上头了! 时隔这么久童年卡点送祝福再次发糖, 让不少宅在家里的粉丝大呼上头了, 甚至开始期待两人约会的照片打卡秀安爱了。 还有不少粉丝入戏太深, 一直期待李线和杨子两人现时中能走到一起, 线下互动也是甜分满分, 十分有爱。 童年夫妇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粉丝们会不会炸掉, 毕竟剧中两个人真的太甜了。 李线杨子婚纱照曝光, 男演员当伴郎, 李线首放的位置却成亮点。 提到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 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 作为一年前大伙的励志爱情剧, 让许多演员再次翻红, 并且成为一线艺人, 李线就是其中之一。 同时杨子在剧中的呈现也获得许多观众称赞, 觉得他将童年一脚积极正能量又可爱的形象树立的恰到好处。 这部剧走红的同时, 也传出了将会拍第二部的消息, 让观众们都非常期待续集。 这部, 随着第二部剧的播出, 再次吸引了一波剧迷的关注。 有点可惜的是, 这部剧并不是延续李线和杨子所饰演角色的故事, 而是开展胡一天和李一同在剧中的感情线。 但是在第二部剧中, 会给童年杨子是和韩商严李线是画上圆满的大结局, 那便是让他们在剧中结婚成为夫妻, 并且还会拍摄初婚礼的一场戏。 相信这也是很多追剧的CP粉所期待的画面, 同时网上也曝光了相关的花絮。 童言夫妇李线和杨子的婚纱照曝光, 确实让人十分惊喜。 在婚纱照中, 杨子身穿一席断面低白色礼服, 将身材展现得恰到好处。 他头戴皇冠, 面带微笑, 端庄大方地坐在沙发上, 网友们看见都直言很惊艳。 在拍摄接新娘的戏份时, 李线应该要蹲在地上向杨子表白, 而杨子的表情也十分可爱, 一脸幸福又期待的杨子, 给人带来十足的画面感。 李线的新郎服装则比较千篇一律, 黑色的西装搭配黑色的领结, 虽然没有特别的设计, 但穿在李线的身上却显得格外帅气。 剧中的接亲现场, 一众男演员化身成伴郎团, 统一西装革履打着领带。 看到杨子的新娘装扮时, 许多男演员都目不转睛, 现场气氛也十分活跃。 从演员互动的细节就可以看出, 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中的演员关系都很不错, 戏内戏外都能达成一片的样子, 也十分欢乐, 难怪会让观众追剧追得那么开心。 在李线和杨子的婚纱照中, 杨子自然地挽着李线手臂, 头轻轻靠在他的肩上, 还举手比心嘟嘴卖萌, 看起来非常可爱。 这时候谁留意到, 李线手放的位置却成了亮点。 李线的左手和杨子一样比心, 头也偏向于杨子那边, 看起来十分甜蜜。 不过右手却非常老实地放在身后, 没有去搂着杨子的腰, 更没有搭在别人的肩上。 俗话说细节见人品, 其实拍摄结婚戏份, 即便李线把手放在杨子的腰上, 或者是搂着他, 都不会让人觉得出戏。 但他为了避免误会, 还是选择将自己的身世实行到底, 让人揪不出一点毛病。 还有一点原因是, 在《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走红后, 网上也传出不少李线与杨子恋爱的消息, 这得到了当事人的否认, 或许他们私下就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也是很默契的合作伙伴。 为了避免双方再受到恋情绯闻的打扰, 李线与合作的女演员保持一定距离, 或许对双方都好。 在保持身世风度的情况下, 还能够拍出甜蜜的效果, 也难怪李线会受到那么多粉丝的喜欢。 李线和杨子在这部剧中撒的狗粮, 让网友们表示吃不够, 也不知道他们往后还会不会有合作的机会呢? 杨子和李线一同更新微博, 看清内容后, 网友, 你俩也太刚了吧? 杨子是现在很受大家喜爱的一位女明星了吧? 是一个流量和演技都并存的女演员了,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演戏了, 出演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其中她出演的《家有儿女》就是不少人的童年经典, 而她饰演的《夏雪》更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杨子更是新近的收视女王, 她主演的电视剧基本上也都能够大火。 李线是今年夏天人气最高的一位男亚怒艳了吧, 虽然说今年夏天红了好几位演员, 但是要说到最红的肯定就是李线了, 李线和杨子一起主演了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 并且还在两个电视台播出, 热度非常高。 李线也是因为这部剧而火的, 不少人都被她的演技还有颜值给圈粉, 并且还被称作是八月线男友。 不过这部剧也已经大结局了, 但是两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昨天李线更新微博杨子, 还在下面评论, 并且还说李线饰演的韩商言是最好的韩商言, 不得不说杨子真的是小天使一枚呀。 而且今天两人在很多被质疑的浪口上, 一起纷纷发泊表明自己的立场, 并且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可以说是很刚了。 杨子和李线能够这么红, 主要还是因为两人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呀, 不论是业务水平还是人品性格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希望之后两人能够还有机会一起合作一部剧呀, 毕竟关系好又有默契, 可以说是很期待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